各位城客 为了答谢 这么多位准时 收看我的节目 在这里特别多谢 请你拿行李走上头等 今天我们的VVVIP 就是LY 我们一起去泰国探一下 让它快点好 好吗 好了我看一下先 名借城客Mandy Yip A A 美中王Mandy Yip Pauline Shelly Purcell Yi Leung Cindy Lam Tree Sefong OK Cindy Lam Bio 好多谢三多位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Sa and Liza My team Welcome aboard flight YouTube 1304 To Thailand To our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members It's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My name is Sa Peng The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speaker Our main topic today Is to talk about Kay Maddlet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your journey A pleasant and comfortable one Please be kind and generous To tip me Or join memb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So sit back Relax and leave comments May I pleas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the show time Thank you You know 越是準時就可登機上頭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探望的是 阿 LY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看 今天早上有什麼新聞 這個是在外國媒體 The Voice Rumors continue to surround Kay Middleton 現在雖然他有了視頻說他患了癌症 但也沒有影響他患癌 即是分辨 一個這麼戲劇性的轉折在英國皇室內部 凱特王妃和威廉王子正面臨婚姻的衝擊 不忠傳聞出軌 另外令查理斯健康帶來額外的壓力 盡管Kate已公開發佈這個視頻 表示他需要私隱保護自己 亦和癌症持續鬥爭 希望給他一點空間 根據報導在這個動盪之中 皇室對夫妻的關係正處於一個不穩定的關頭 在君主制的穩定 現在仍然圓起半空 Hanging in the balance 天平 外憂內患 暗示離婚的法律正在準備工作 更加加劇了 即是說一直沒有停止關於他們離婚的傳聞 你知道我昨天說了 摩納哥的皇妃 經常是偽偽扶負婚姻 另外就是之前 另一個 另一個摩納哥的皇妃 也是臨離婚的時候 當然有這樣的新聞出來 空月內風 給了他們共同未來 和整個關主制夢想一個陰影 消息人士透露 儘管凱特王妃 在出人意表公開了 她和威廉王子在鄉間農莊購物 但當時患病的凱特王妃 她秘密退出皇室的工作和生活 這個才重要 她有可能秘密地計劃如何退出皇室生活和婚姻 退出她的婚姻 這裏說 Her Exits from Royal Life and Marriage 這個secretly Plans 很秘密地計劃 作為三個子女的媽媽 她亦心煩意亂 與此同時 她正在努力從腹部手術中 康復過來 迫使她離開了 隔離了幾個月 另外 威廉和凱特的婚姻 似乎正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Dangerous Cross Road 皇室現在迫切希望把這件事保密 隨著查理斯國王和癌症作為搏鬥 皇室沒有辦法應付另一場重大的危機 那我意味著什麼呢 可能是有意在搞離婚 但是有兩個重要的皇室成員病了 所以其實也比較緊張 這一個沒有透露姓名的知名人士 是告訴National Enquirer National Enquirer有很多時候 她的作風很像蘋果日報 有時候會誇大 所以我既然在網上找到資料 就和大家分享 至於信不信的話 我們要比較長的時間 在長期以來 凱特皇妃一直被視為 拯救軍主制困境的關鍵人物 因為除此之外 她的醜聞 甚至皇室裏面的醜聞 和皇室成員 例如哈里 還有梅根 他們的反擊 都令到皇室地震 也有一位皇室朝臣的人 他們說 一位皇室的朝臣 他們聽到國王已經命令威廉 是揭盡所能 將凱特留在身邊 即是因為現在 他說 Pull out all the stops to keep Kate by his side 現在Kate有個離心在這裏 有個離心在這裏 也說 就算對凱特沒有什麼感情 這個卡米拉女王也敦促 千萬不要做出一些令到Kate後悔的事 她會 regret 即是不要逼得她太緊 亦都根據皇室的傳聞 凱特王妃已經計劃了 請了一名律師 叫Anthony 他就是Anthony Julius 這位是律師 你見到Anthony Julius 他亦都處理過阿達安娜王妃 伴隨著查理斯國王三十年前 但亦都處理過的 知情人士預測 他可能要求比起 戴安娜王妃收到的金額 更多得緊要的 和解協議 OK 好 他們繼續說 威廉他可能需要到 交出一億美金的贖金 去挽回這段訓人 Around 100 million 另外 亦都有人說 這個是謠傳來的 他說 除了共同去撫養 或者加護那三個小孩 凱特王妃預計 將會在倫敦和各個地區 是價值幾百萬美金的房屋 安全保障 和保留她投降的權利 亦都在傳言 說威廉王子和他們的鄰居 Rose Hanbury 緋聞出來之後 令到他太太正處於健康危機 作出鬥爭之後 凱特王妃現在秘密地進行療病 亦都在處理健康 醫療方面的危機 medical crisis 另一位支持人士說 凱特王妃其實很愛她的丈夫 但是一個完美婚姻 似乎亦都在此 岌岌可偽 威廉王子 曾經在三月十六號的時候 和凱特王妃計劃 前往溫沙附近 當時三月十六號的時候 在農場商店 這就是凱特王妃在1月十六日 手術的時候 首次公開露面 根據報道 這目的是為了展示她的健康狀況 即是in good health 並且消除她在母親節偽造 而受到屈辱的相片 的後遺症 在修改的時候 那張圖裡 Case沒有戴 not wearing her wedding ring 在修改的相片中 沒有戴她的結婚戒指 這令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 怎麽說 你沒有事沒有幹 很難會脫掉那隻戒指 很明顯 他們之間 存在著 婚姻之中很緊張的關係 亦都沒有拖手 亦都沒有愛的眼神 這個很重要 如果 威廉王子說她是 那個攝影師 那張婦女節 那天的攝影師 那為什麽她的眼神 一點都沒有流淚愛的呢 這個 她說 There was no hand holding not love glances love glances 即是說 愛的眼神 ok 那這個no love holdings hand holdings 即是沒有拖著手 我懷疑她是否有看 smart travel 為什麽我說的 全部她都在這 好了 根據每日郵報 The Daily Mail 他們有報道 受人景仰的一位 BBC的記者 Sonia McLaughlin 這個BBC的記者 Sandra McLaughlin Sandra McLaughlin 她亦都說 堅稱這個農場 所有視頻的女子 顯然就不是 Kate Obviously not Kate Suggested the man was an actor 亦都說那個男子 那是一個演員 亦都暗示 她說 那個記者刪除了他們的帖 但是白金漢公 亦被了反擊 聲稱那個視頻捕捉到的 是皇室夫婦 一個很坦誠的時刻 但是至今來說 至少兩個官方皇室的相片被揭露了 令人震驚 秘密收徒 皇室的可信度 亦都受到嚴重打擊 即使在農場商店的影片是真的 評擊人士 她聲稱這次的遭遇精深規劃 是一個拍照的好時機 故意走出來的 目的就是消除有關 凱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所遇到婚姻上的麻煩 亦都據說 自從打蟲 2002年 伊利沙伯女王去世 威廉王子和凱特 就是被迫去履行更多的責務 皇室的責務 皇室的婚姻已經陷入緊張 他們為了威廉控制狂 而吵架 嘗試想海特承認 他們亦都可以幾天不跟對方說話 We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這位知情人士說 那海特王妃和威廉正在爭論 那些子女應不應該 譬如說喬治王子 Prince George should go to school and the prince of Wales are going drinking problem 另外就是這個 就是他 看一下 還有說是威廉斯親王 應該是威廉王子 他淤酒的問題 但是這些醜聞被認為 是推向 令到海特崩潰 推到他邊緣 to have posted Francis Kate over the edge 就是將他推到懸崖邊 那這個 現在看來 還有更多事情發生 在皇宮是隱密的存在 如果一群的法律派的人士 和皇室顧問廢除離婚和監戶權的細節 海特王妃正式回歸 可能根本是不會發生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說 Palice advices Trash out the voice and cardacy details 就是掩護權 對於子女的那個 現在呢 正是白金漢公 揭進所能去安撫 阻止這一場 離婚發生 只要時間才能夠證明 足以改變他的想法 另外呢 Business Times 這個傳媒 他們說 亦都聯繫了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 請他們 對這些持續不斷離婚的傳聞 發表一些意見 他們說 這個Business Times 他就 沒有辦法獨立地確認 他們的婚姻是否級級可危的情況之下 因此呢 兩個呢 即凱特和威廉 他們的忠實支持者 應該是接受這些 未經證實 的說法 直到一切被證明的真實和正確 OK Claims until everything is proven true and correct 即是 希望得到他們親口去承認 好嗎 這一個就是我和大家分享 這一篇的報道 好 看看大家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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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意見 大家可以發表一下在我換電芯的時候 因為真的跟電芯有關 我先看你們 接著我再跟大家分享另一宗國際新聞 大家可能是一些小知識 另外講一下美國 誰啊? Jumbo Rebecca Chan 我們歡迎新朋友 多謝葉Yuki 她說可能真的離婚也不出 因為她放假也沒有怎樣拍照 這個 同樣也是這個 我們先看看 關於tipping culture 現在去到一個控制不到的狀態 怎樣呢? 在外國來說 根據調查報道 大部分的人相信原來 認為小費文化已經去到失控的情況 她也說 現在 講一下這宗新聞 一個 在Wallet Hub 一個媒體 最近進行了一個調查 顯示了 接近四分三的美國人 認為小費的文化已經去到失控了 超過一半人懷疑 那些企業正在使用顧客的小費 來取代員工的薪水 這件事真的相當差 在美國不排除 將來香港有機會會跟進 因為美國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她的tipping 即是給提示的文化 好了 聽說 日本就好 因為日本的小費 包了在稅 或者包了在那個 單裡面 裏面 調查結果顯示 消費者現在覺得很疲倦 他們越來越多人 覺得很不尋常的地方 一個很不平常的地方 覺得很有壓力 對於給小費 那調查說了 對於美國成年人來說 代表著一些相片在進行調查 發現了78%的受訪者 認為應該禁止自動收取服務費 而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留下的小費是出於社會的壓力 並不是真正對於提供服務的感恩 那這種通常被稱為 怎麼說呢 Guilty Tipping Guilty Tipping 就是說 我感覺上最惡感 如果我不給的話 就好像很對不起他們 這樣 這個趨死已經成為了很多消費者 麻煩的 煩惱的根源 即使對於這個服務費 即是服務不是完全滿意 又或者面對預定的所謂銷售選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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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就是Raging Point of Sales Options 由這個15%至35% 他們覺得這是義務的小費 根據一個旅遊 一間酒店管理的教授 警告 他說這個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麼如果這種小費 那些人覺得那種壓力是加劇的話 對於依賴小費 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士 亦都是產生了一個連鎖效應 負面的影響 那些人覺得 就是完全 People just get fed up and stop tipping altogether 即是遲早就不想再給小費 那麼被人詛咒在美國 如果不給小費 那麼這個結果 就是在USA Today 這個媒體 關於小費調查結果 亦都是一致的 調查發現 63%的受訪者 認為太多地方要求要給小費 而48%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已經很厭倦 被要求給小費 因為很多老闆 即那些商家 覺得 你底薪越來越少了 就靠你們自己 看看你的服務 讓人給小費 在9月的調查之中 這些單新聞 是今早很早的 OK Anyway 今早很早 在9月的時候 他就 調查之中 52%的受訪者 表示 比小費較為多 但是 19%的受訪者 就覺得 他們比小費較為少 這個表明了 小費 Tipping 的文費 已經達到臨界點 OK 專家認為 企業應該提高薪水 以減少對於小費 作為員工的 主要收入來源的 一種依賴 他們企業應該提供工資 另外 加州實施一項法律 提高全國六十多間快餐店最低工資 這個舉動可能有助於減輕員工和顧客之中的壓力 根據人權的觀察指出 在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州份 他們領取小費工人收入更加高 在公約之中面臨騷擾更加少 可能會因應他的表現 而生活在困境之中可能更加少 儘管人們對於過高的小費 預期是愈來愈不滿的 但是一間餐廳叫做Toast 做初一個報告 最新的數據顯示 與五年前相比 在03年四季 全方位的服務和快餐店的小費 略為下降 在佛羅里達州的Life Wealth Management執行長 和創辦人 建議消費者正在想 表達感激之情 考慮到給消費 但是千萬不要每個銷售點 即Sales of Point 覺得一定是義務的 人們很怕被排斥 但是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認為如果更多消費者抵制 任何情況之下都被有 有種給消費的壓力的話 那些企業最終是將到 減少建議的消費金壓 或者完全消失消費的提示 隨著消費的通貨膨脹 或者緊縮的通脹 或者消費的升多的挑戰 東西就越來越貴了 吃東西出街吃飯 但是消費就越來越要求高 那些人會感覺到很激烈 很不舒服 Tip Fatigue Tip Fatigue 即是疲勞的意思 即是很累 讓消費者覺得 令我很困擾和很累 這一種是心理壓力 越來越變得很明顯 所以仍然表達 對於優質服務的讚賞 和重要方式 但是任何情況之下 都要給消費 如果有壓力的話 或者通常是覺得有罪惡感的話 會導致更多的美國人 抵制不斷擴大的消費文化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好 這個就和大家分享了 很多海外的網友 尤其是來自美加那方面 你們給小費的方面 日本就不用給小費 因為小費就包含了在單裡面 再加幾百% 應該是10%的稅項 好 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這個 現在說凱特王菲的患癌後遺症 多謝各位 我給了掌聲 進來參加這個直播的朋友 今天是佳琦 今天會很多人回來 明天會有些人上班 小費要適合Irene正話 好啊 阿湊湊 阿湊湊湊 是嗎? 我看到湊湊湊 阿娟迪 阿娟迪 阿借努努努姐姐的腳好還蠻 我想問一下 是啦 阿借努努姐姐 叔姨娘就說 紐西蘭喝茶晚飯 不用給費的 OK 好 然後奧紐說 比德說沒有小費 另外我也很想多謝Ivy Chan 那天Ivy Chan送了一些小禮物給我們的 一些甜品 我都沒有時間吃 多謝Ivy Chan送出的甜品給我們 網友都很開心 每人都有東西 Ivy可能去一間 我見不到她 希望她重溫聽到 我多謝她 是的 我們下支影片 謝謝